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10日的司机金钟5直播 又是我 浩德 今天市场上升 浩德都出来的 不过不是 浩德都要出来被人打手板 去到3月8日 前日最差过来 司机金表现都要报 3月8日 司机金单位价格是157.01 即是直线式插水 这一天开始倒跌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帮我们祝福的 好消息就是昨晚的沽压开始好很多 希望可以帮到我们暂时 不过短线都是不容易看的 不过我都希望这个已经是最差的一刻了 记住一下157下跌了5% 昨天的新闻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是说三次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现在个个都变了专家 利率专家嘛 这个跌法就是因为通胀推高利率 令到高估值的杀杀下来 问题是怎样才可以搞得怎样呢 希望大家看着利率做人 昨天如果大家比较关心 都是十年式 三十年式 就是美国的长债 其实就不是真的回落了很多 由1.6去到跌了少少 这是过去一个月的图 由11号去到昨天 就是回落了少少 但是之前高位是1.6 现在最新是1.53 是不是很低呢 其实实际上不是的 如果大家有看美股 突然有些柱光 连些金都会升一些 最主要原因就是 一样东西 这个有点复杂 不过我发觉我们的观众都非常聪明 所以我也不介意说一些复杂的东西 昨天最主要的原因 市场鎮定一点 因为如果大家有听我说的都知道 这几天是很重要的 包括很多美国的财政部族重新发债 第二就是联储局17、8号的议息会议 看看会不会有些动作 接着连之前我说的这些很clouded trade的沽债行为 其实转仓底下会不会有转变 也是在未来几天陆续会出现的 昨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 美国的财政部 即treasuries 白宫负责花钱的单位就是财政部 即是现在是阿耶伦 因为他们要有很多刺激项目 所以说真的都没有说1.9万亿刺激项目 经常性他都要发债去refinance 重新融资 因为一向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双赤是说了十几年 他们长期都要举债 即是民资借钱 举债他们会有一个拍卖的动作 昨晚就是大家看到了 盈光幕上高三年期 OK 大家看一看我 我以为会不会像昨天这样 讲一讲才发觉 原来是没有开麦 没有开镜头 原来没有的 OK 大家仍然听到 好 去到一个重点 就是 昨天就是最主要的那个 定道市场最关注的一件事 就是三年期的 国债的发行和拍卖 即是说 耶伦走出来问大家新手版 大家看一下 究竟他新手版要付多少钱 才可以问到人借 兼且究竟有些人想借给他 这两个是很重的指标 如果 没有人再愿意借给他 代表可能未来的息 都会继续抽 因为大家对债的 需求下降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那些息要比很高的息 才能问到人借 即是好像借桂里 都代表其实形势是有点不利的 好了 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昨天 他就应该是卖了 这个数 是吗 155 那么 利率呢 就是这里 不好意思 应该是0.3多 比起之前也很昂贵 这个就是对上 几个月 每个月的拍卖 那个 情况 你看到那些利率都是越来越昂贵 0.3 不过也不算很失控 最重要的是 这个图里面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 可不可以再放大一点 让大家可以 再放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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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看清楚 最重要的是 两件事大家要留意 除了一个利率 升入大家的预期之内 不过 又不算很夸张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要留意 就是这个bit to cover ratio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 就是有多少人买 刚才我说的 这个我卖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拍卖的 大家入标 好像以前小时候 大家做会一样 你想拿多少 你出什么价钱 一样 越多人买 就是一人经头 就是bit 现在就好像大家 抽新股 用抽新股的概念 大家就知道 就是超压用购有多少 你看到就是 通常 高过2 都叫 还可以 上一次 2月份 7年期 那个 就因为bit to cover ratio 一跌了下去 大家就很害怕 就是害怕 大家就 没有人肯再 买一些国债 那就有很大件事 第一就是 利率都要推高 第二就是 不够钱 昨晚就这个bit to cover ratio 就升 又令到大家开心点 另一个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这个数 就是 有多少是 联储局包底 你看到 昨天2月份 差不多有 接近 接近 一半 都是联储局有关 刚刚 昨晚的联储局 触手 就不是很多 市场的资金 真的有卖 所以 这个 对大家的解读 就是 好 当然 你看到市场 立即有反应 不过 要具体一点 说 为什么 昨晚 美债卖卖完 就令到市场 信心回来 最主要的 就是 多赢买 买得出的原因 不是 因为 因为联储局 都顶了 市场的资金 进入 下一个要讲的就是 这个 接着是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说 联储局都很重要 看看 来 应该是 不好意思 年纪大 我要 练一练 应该 你讲比较重要 也重要 就是 11号和12号 是否看到 OK 来 3月11号 今天10号 11号 即后 明晚 明晚 因为美国时间 明晚 就会 继续发 就是10年期 这个指标性 就更加大 38 380美元 接着 再跟着 一天 应该是 3月12号 就是这个 30年期 也是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 不过今晚 是24 240美元 如果这两个 如果这两个 拍卖 情况 都OK 我想 可能 大家对 债息的情况 会好 一点 之前 刷得太厉害 那些 债 大家 可能 会 把价格 会好 好一点 OK 这个 未来 我觉得 昨天是一个 第一个 比较正面的信号 不过 我未必放得太大 你问我 会观察一下这些指标 大家也想知道 另一个 有些朋友也挺好学的 因为我之前说过 他又问一问 关于 Yield Curve 就是大家说 不好意思 大家都说 如何收科 我之前有说过 究竟有什么情况 或者主观判断 主观愿望 情况有所改善 就是 现在Yield Curve 利率曲线 长债 升得很高 看到吗 不好意思 今天 电脑和我一样 订阅很慢 OK 看到了 现在 经常说 息抽得很高 很长债 就是这些 30年期 10年期 其实 要按下去 其实 有几个方法 我曾经都说过 有些朋友 特别 仔细问我 答一答 主流的方向 就是有两个方法 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 过往 美国联储局 不停地 去做 QE 他一直都是控制 短期利率 大家听过 联邦 处备 目标利率 等等 其实都是 不停透过 借钱 市场熟悉 令到 流动性充裕 引致 利率低 但是 短期利率 短期利率 都很低 你见到 不过是长期涨 这个大家 特别关心 因为 我之前说过 很多企业 借钱 10年期相关 可能 长期30年 大家 个人消费 相关的 例如买楼 看铁 这些 实体经济活动影响大 短期 通常影响大家炒股票 要减低 就是 以前联储局 没有做 现在 根据这样的情况 有两个 主要的方法 第一个 我之前说过的 就是所谓的 YCC Yield Curve Control 其实 不是 美国没做的 但是 日本也是做的 基本上 就是定下一个目标 第30年的 国债的一个 利率的目标 就是资金成本的价钱 一个目标 如果升过了的话 他就会 买多一些 跌过的话 会沽出来 令到 利率 也是受到控制 现在 联储局就没有了 就是 不停泵水的 实际上 没什么实际方法 可以解决 当然 可以 自己 都可以买少少 忘记了开这个图 给大家看 稍后说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 所谓Yield Curve Control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你要再不停 折执下去 当然有些人说 你用这个方法 就比你用QE的 就是你 无差别式 这样扔些钱 你可能扔很多 都未必 压得低 这个场式 你用Yield Curve Control 就 摆明居买 就是 折执些钱 这个 就完全不市场 就是国家经济 就是国家经济 升得高的话 就买多些 跌下来 就放回一些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其实 联储局 也不是 值得 巴威尔的 有很多 其他 这些人 都在这些 都是 开放的 态度 当然 之前 巴威尔 早段 色 没那么厉害的时间 他就 下跌了 这件事 但现在 那么危急 大家就开始讲 不过 这个问题 做Yield Curve Control 就是会变了 火上加油 大家害怕 因为现在有通胀 你还要扔些钱 在经济上 会不会太夸张 所以 有另外一个 代替方法 就是一个叫做 有些心 不过我特意 放心 大家不听明白 是可以在 Invascopedia 查的 很简单 Operation Trist 懒人包 帮大家讲 Operation Trist 形式 就是很简单 现在大家担心 长债 太 息太高 短债 其实也本身很低 没问题 现在有一个 所谓 扭曲 如何扭曲 就是将一些 现在不用担心短息 你担心长息 那你便 联储局可以沽了一些短债 拿回钱来买 长债 整件事就是整体的流动性 就不会有加减 不怕推高的通胀 但是就可以把这条线 又撥禁斜 拉回来 那两者 其实 当然 从联储局的政策工具 上高 是有分别的 但是最好我们一般的小市民 其实没有分别 最重要就是 可以按下 实际上是否有做这件事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有准备 不过我现在查一下 你看回联储局 3月3日 其实公告 大家要看 其实他也有写的 You have control 但我要说的 就是他3月3日 上个星期 买债 那件事 我好像在这里说过 我在新城的课程也有提过 但是我再提一次 你看到他 都开始做事的了 就是 在3月3日 就是上个星期三 星期四 通常星期三 就出的这个数 星期四看到 你看到他 减了 那些 每买两张国债买一张 MBS 如果简单是这么说的 因为每个月就有800亿 TREASERY 400亿 MBS MBS 那些按揭相关的 债券 是比较长期的 大家知道公楼 你公楼 至少 再有钱 也有20年 是吧 窮一些 好像我很多朋友 不是 我的朋友也有钱 可能30年 本身 那个年期都是长的 所以你看到他有多有趣的行动 就是把那些MBS 减了 但是法力就发了在国债上 因为国债现在大家害怕 尤其是你看到他都那些很短的 都减了减了 反正那些精力 真的开始 买上去的长期一些 一年期 五年期 十年期 但是 你这样 一个snapshot 可能不太看得到 你好像我这样 经常看 就知道 在上个月 2月25号 这些是正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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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些就开始沽回一些 慢慢搬到上面 如果你看到1月 就更加明显 1月的腰尾开始 很大件事的时间 OK 他的资金 其实就慢慢留在 那些长的 债息 所以 其实 其实 现在的买债 出到 都反映了 这个小小 很大件事 就是将 preference 加回一些长期 希望是这样 希望是这样 可以 按回低多些 好 好像说完 这个fixed income 的 课程 OK 最好 这个课程 不用钱 大家听就可以 好 说完 给大家看一下 昨天 就不是单单 说是 我跌得多 有蛋 就是 背后 都真的 有些 正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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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就避免太过虚 跌得多的弹 升得多又跌 大家很难下跌 但是背后 至少大家也知道 昨晚 所以 为什么 纳斯达克斯草 之前 year to date 其实 由2月 弄里面回来 不要赖我们中国 不过美国 是这样跌 一路插进来 昨晚就 好一些 高位应该 打了四只 最后 都能守得住 升 3% 多 而 都有些 报复式 还有 这事实说 大家 担心 不停向上升 沽了新经济 买了旧经济 昨晚 因为 刚才说 大家对 利率 的 情况 有点 多了点 信心 虽然 我觉得 未看得太清楚 但至少 变化 似乎 没有再 变差 所以 这些钱 都不断 捋回到 纳紫 里面 但是 道指 中间也应该升了一只 其实也不是太弱 最后 两边也是 新旧经济 最后 都是回了一点 但是 情况也挺明显 之前 比较差的 前一晚 大家记得 昨天 做直播 也有说 你看 Band 扔刀 真是一瓶眼泪 昨天 就是一个 布袱式反弹 所以 之前 我和大家说 那些 罚异势 的操作 也有点 回报 所以 我常说 Tesla是理我的 每次 罵底 我都发觉 这只股票 才那么准 其他那些 没那么好 那些 每次罵完走 都行 这个那天 上个月 8月5日 如果大家记得 我这次罵的 然后开心了 半天 就没了 OK 不过好处昨天 一下就还回给我 不过有点好处 还要突然 行使价600元 所以 都很好 这些 但我都觉得 这些 搞搞笑 不过 这些逆势操作 我都觉得 要不容易 我常常提倡 其实应该跟红顶白 不过 重新说一次 整体的势 都是弱的 不过 细势弱的时间 你就会跟着沽 但是跟着沽 沽了一些位 我自己 就会有时 在最极端的时间 少少 在控制到风险的情况下 这两天的最主要 我记得昨天 Kelvin也专门 大家 这些是不应该随便做的事 我自己觉得 不过 因为我们一路 打下去 仓位 可能去到最低位 四五成 再跌下去 就变了有子弹 因为如果全市 一路跌下去 都不沽 又没得罵 但是一路 中间一路沽下去 都很伤 希望 这些短线 一下半下反弹 都正常 当大家看上赴图 就是 ARK 契妈 都被人罵 吵架 人家 一下子弹回10% 所以 上星期五 最低位 其实大部分 都是这样 报复性反弹 不是说 哪一种特别 特别强劲 而是 这些 正如我之前说 有些 去到 差不多 你就 不要 看图 不要说动力 就是 相信自己 要扩复 我也跟同事说 你平时花那么多时间 去研究那么多 都是要有 养兵千日 用作一招 你要选 哪个肯手 哪些不肯手 这也是这样的 ARK 第一下都是假的 下回去 今晚才回来 不过很多人问我 你吃了糊味 就没有 我通常吃糊比较慢 所以有时候 都不需要优点 或缺点 anyway 港股 A股 其实情况是一样的 港股 今天 恒生科技指数 弹了 我罵了那些 我不再赞 真的 你随便罵一只 也行 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很多时候 市况这么极端的情况下 你的问题是肯买不肯买 肯买 你就买一些 激烈的 我之前说的 就买一些 推潮对对岸边的 有些人问我昨天 要不要买 在腾身 我觉得 完全未退 如果在水上 在岸边 都不知 很镇定 在伊林那些 比较在海滩边 浸一下浸一下 又上水又下水 比如说 269 美团 这些 就明显一些 你可以玩一些 再激烈一点 不过 这一刻我自己 也是 那句 整体仓位 是否应该这么快 可以这么进采 我觉得 言之上 早 当然 我明白 很多人 可以笑话 我的同事 这两天 大家 我觉得很多人 昨天都是当作死猫蛋 尤其是很多人 流传这个图 不单是流传这个图 但是 少许这么说 大家都有些 担心 虽然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很 依靠这个技术分析 不过大家说 这个是什么图 这个就是 纳斯达克指数的 走势图 形态图 我都知道 大家最主要说形态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山字 我儿子会说 这个是一个 像形文字的山字 但如果信技术分析的朋友 这个叫做 头肩顶 左肩 头肩 这个是右肩 下来那一刻 成交缓备合 然后衝上去 刚刚去到的颈线 大部分人现在想上技术分析 昨天就不会冲进去 怎样才会令到很多技术分析人 改观 你能冲得上颈线的人就改观 所以 市场很多资金 昨天晚上 主要是一些 缩阻益 一边缩阻益 都赚钱 你缩阻益 Tesla 也OK 昨天晚上 直夹回头 但是 是不是令到市场 很多资金会变回 乐观点 我想 都要 要多些 要加多一些功告 不过 不过 我不是很 特别信 不过 很多人相信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在想什么 这个头肩顶 OK 看看是否升不破 升不破就跌下去 传统教科 虽然是这么说的 OK 看成交 OK OK 不过 说真的 看回市场 这一刻其实有难点 我实际说 就是 早两天 为什么我们肯够胆 疫势做呢 因为 那个过分恐慌 就真的 事实出现了 你可以去拼博一下 但是今天 反过来 其实 都很难分到强弱 还有今天都没有 你冲回去 看到美团 快手 买购 那些微民有赞 冲回去 然后早两天 就是钱 我实际说 是一个 有一个 免购的 钱是 带着的 譬如 China Mobile 跌 CCB 939 又跌 汇豐又跌 之前的新旧经济 那个浪 现在就是要回了一点 但是 这件事 说真的 单日就很难乘势 始终这段时间 新经济 都是弱的 所以你问我 那些 太过二三线 我都不敢 冲回去 也更加讲一句 今天 这样 掉弹 是否可以冲回去呢 我觉得 我也有点 所以 始终对股值的担忧 其实是合理的 当然 如果一步一步做 债息更好 可能 不会是世界每日 不过 形势上 始终 新经济 都是弱势 即使昨天 或今天 市场 赚了一些 甚至 看 整个regional 反弹 反弹 昨晚美股的 纳斯带指数 反弹 亚太区 这边 就不太明显 A股 A股 所谓的弹 都主要弹回科創版 日本也不太弹 台湾 韩国也不太弹 就算是A股 但也是深圳 出力反弹 都是那类的增长股 沽得太深 我们也有加少少 A股 因为其实 这些都是过分 整体来说 反而今天 我们自己的操作 反而就没什么加 可能尽量加少少 也不是新经济 反而是旧经济 因为我都希望 整个组合 平衡 但仓位是因为 早两天肯 加少少 又帮一帮 最新 大约七成仓位 最低的下差到五成 早两天 有些撩底的动作 就帮抱下少少 若不是早两天 再沽下去 这两天被夹 就很惨 一跌就避不了 升的时候就跟不下 就更加惨 我觉得形势 希望是 企稳的 第一步 不过 我维持我 昨天的想法 都是言之上早 所以你见到 昨天下午 今天早上的港股 都 都不是 那么容易 玩 希望大家 暂时都要 审神一下 不要因为见到 但一天就没有 市 好 好 说了很多 但都 挺好 同时 Aliog 今天就帮我 说少少 教育股 因为其实 Aliog 除了是医疗的专家 他之前 都 有些经验 是做教育的 我去说一下 我先说一个实际 TAL 我们有的 所以我实际说 要说股票 最好我们有 如果我们没有 就尽量不要说 因为说了 好像很搞笑 OK OK 那就 早两天都 跌到金 昨天反过来 都有点好彩 我们 OK 那就 直接交给Aliog 那究竟 这间公司有什么 最新的情况 可以跟 CD金的朋友分享一下 谢谢 好的 今天就是主要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豪未来最近出了一些 Update 还有就是 一些跟豪未来相关对标的一些其他的 美股的教育股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先说一下好未来的这个最新的情况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3月9号 好未来公布了一个新的专利 这个叫试题难度预测模型的训练方法专利 我也简单看了一下这个专利 我觉得这个这个专利是很不错的 因为他能够提高这个试题的难度预测的模型准确性 这个模型是一个他们内部的一个 类似于一个大数据的一个algorithm 目的是为了 去增加他们这个内部提库的这个使用率 的一个效率 还有这个 对于这个 学生的一个和老师培训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方法 然后 这个 我简单看下专利 我觉得这个专利是很不错 这个方向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 因为 他现在这个科技的 他现在这个科技应用的主要就是这个大数据 还有这个类似于人工智能 的一个方向 这个要是如果能够将来有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 尝试 但是呢 他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初级阶段的一个 一个专利 因为他现在只是一个只是只能解决这个叫 提库的这个难度预测 但是他这个 将来能不能比如说一些其他人工智能辅助的 教师去培训学生这个还是要看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在同业里面是 是没有的 这是一个行业里面相对 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然后这个 科技含量虽然不高 因为这个我的意思相对一些像我之前看过 一些像人工智能其他的比如说 AI方面在这个癌症把虚构化什么方面这些的 来看的话 他没有一个 他披露的这个摘要里面其实没有太多 但是 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不错 但是现在不能说他现在就能够让他超过同一个水平 然后 第二个再说一下这个好贵的情况就是他这个 在2月2月20号左右有一个更新了一下他这个 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 在这个第三季度财务报告里面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净的这个收益率增长了35% 这个和这个摩根斯丹利之前的预测是inline的一个情况 然后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 规模的净利润的这个比例现在是 一个负的6.6%的一个情况 现在这个的话是比 摩根斯坦率的预测要稍微低一点 因为之前摩根斯坦率预测的话是 只是下降12.9% 但是现在这个比去年要下降了18.6%的一个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他现在的利润现在增长是35这个是一个 其实在在线教育里面算是相对较低但是考虑到他的 体量本身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数字 但是这个 净利润的这个 毛利率的这个 情况的话就说明他的盈利情况 实际落实到这个规模净利润 他的Net Income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其实这个也是在教育行业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 因为 现在教育行业的话竞争的同质化比较 严重然后所以说 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的盈利要用于去一些比如说 教师的一些 培训还有一些的市场方面的marketing的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挺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的教育的行业 然后 我简单看了一下最近这个好未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情况 就是可以看到在这个才技里面他有在11个城市里新开了一些学校 然后总共的覆盖的城市已经达到102个 然后他这个 线下双市授课的也称是有80座 这个总体来说是超过这些 摩根斯坦里还有一些国内全商的一个预测 说明他的这个 从他的商业发展来讲是很不错的 同时从收入来讲 TAL也是中国现在最大规模教育的一个公司市场份额也很大 然后就是还有两点要说的就是 第一点就是TAL在这个线下教育现在随着疫苗的现在 新冠疫苗的发展比较顺利所以他现在市场上已经 渐渐在恢复 的一个情况 所以后来尤其在今年春季开学的话 之后的话这个TAL在新的这个 采采季里面的情况收入情况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点是那个他的这个雪儿丝的这个 增速在其实是在下降的 他的雪儿丝是他主要的一个 一个分支收入 主要原因是 就是他的这个 但是他的这个产品 其实我也简单看过他的产品和他的教室管理也是 也是业内比较好的 对好未来的新的update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第2个方面主要说一下就是一些跟好未来比较 类似的这种做线下教育做线上线下双教育的这些美股的公司的一些 财务 报告的情况 像这个昨天 3月8号的时候 这个一期教育 也更新了他的这个财务报告 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财务报告 然后其实 主要值得说的也就是他的这个 其实他的这个 结果也是跟这个Goldman-Sanchez的这个预测 其实也是inline的一个情况 他的Net Revenue 还有他的这个 规模的这个净利润的情况也是 基本上是inline 但是他的这个Growth Bidding 也就是他的这个支出方面 也是超过这个 这个Goldman-Sanchez的一个预期 所以他的情况其实和这个之前的 刚才说到这个好未来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这个 Revenue方面是很好的 其实135%的增幅都是很高的增幅 但是他的这个实际落实到规模经理论 都是还存在 变线上是存在的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可以简单看一下 512TALK这个是3月5号更新的 的一个 跟好未来比较相近的一个公司 很简单看一下他的这个highlights 然后他的这个 但是512TALK是这个行业里面 唯一一个 是 规模经理论 现在是一个转正的一个公司 这个是我看到现在为止 然后他的这个藤币增长是34.7 然后他的这个 净利润是一点 全年的净利润是47亿元 这个是唯一一个 做到这一点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简单 他的商业模式来讲 我觉得他相对于之前说的好未来 还有一期教育的话 他的商业模式在市场宣传方面 还有在教师的这个 工资方面 他没有 他的这个 投入相对较少 然后他的这个业务的话 也是 不错的 他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内容 线上课程我也简单看一下 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 他的商业模式可能是值得一些 其他公司去借鉴 将来 我会将来再深度研究一下 他的这个商业模式 为什么他能做到 就是能够去做到这个 净利润归正的一个情况 还有其实 3月5号 其实那个跟谁学 也更新了他的这个财报 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net revenue 增长也是很大的 136 的增长 但是和之前说到的 几家公司一样 他最后归到这个 归母净利润 也是一个负的一个情况 而且其实比往年还要 负了很多 所以说 其实现在教育行业就是这个情况 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 revenue增长是很快的 一个高速发展 但是他的这个经历论 其实是有问题 其实也不是这一两年 其实是这么多年过来 一直都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的样子 然后这个说 其实大概就最近就是这些 更新 然后就是简单说 两会的这个 在关于教育的这个 有没有一些 新的一些情况 我看了一下 就是其实 两会的 这个叫他们 两会把这个定义为 这个叫在线AST AST就是那个 After School Tutoring 就是 科后教育 就是类似于之前说的 在线教育 是一个意思 就是补习 正规 课程以外 对对对 他们就把这个全部叫AST 然后 其实有 这次的这个 有两会方面 主要有说了几点 第一点是规范营销活动 第二个是加强 预付 学费安全性 第三点是这个延长这个小学生上学上课时间和这个上课上的内容 然后第四点是这个禁止教师在科上推广这个第三方平台之类的 而且还同时增加了这个AST教师的一些证书方面的要求 所以说其实总体来说 这个看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从好的方面来讲 它规范了这个教育的这个行业 让这个行业能够从长期来讲有健康的发展 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讲 它这个就增加了一些 一些这种规范上要求更高了 然后可能对一些 我觉得非头部的公司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利好的消息 就是考虑到这些因素 所以说 但是我的个人的解读就是对于头部公司 像好未来这样的 新东方这样的公司是一个利好 但是对于二线三线的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然后其实这个里面还提到一些 就是在两会有一些议员提到一些 强调这个在线教育有一些情况是市场紊乱 还有这个一些烧钱的这个情况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说到 这个经历论现在会比较差 其实就是还有包括这个参差不齐这个现象 其实都是反映真实的情况 教育行业 也就是说这个教育 其实的一些所谓的乱象 也是被得到了可能中央的一些重视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有一个现象 我看了一下就是在19年和20年公布的这个跟在线ASD教育法规的限制方面的东西 相对于18年还有更早17年之内 它是变少了一些 也就是说从总体来讲 虽然说刚才也说他有一些新的一些规范吧 但是其实跟往年相比其实还是在变少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其实 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 现象教育还是在一个好的方面去发展 但是就是还是最大问题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烧钱和同质化竞争 所以说 后面对 可能找一些好的标的 好谢谢 谢谢Eddie 那我补传两句 我觉得其实就 最大的 就是这个思想教育 我自己个人就 大家如果有听得久 就知道 很多人喜欢这些补习班多于正规教育 因为补习班 始终就是补习班 那么政策风险就小一点 你做那些K12相关 其实 大家这几年都明白 就是突然间一个政策 就被人扔的很惨 不容易看 那么 就是那个 规模化 始终做的 就是线上教育 它简单一点 不过的情况就是 去年 因为疫情 大家突然间 就 阿爷也有说 一个叫停 停科 不停学 停科 就是科 就不想科 不过学习都要做的 所以 全世界都冲上线上 大家一直竞争 所以见到大家的top line 都多了人用 但是 是很代价的 成本是大家不停的 做开的又有 新转型的又有 冲进去 所以 那些 你怎么可以找到学生 都要消耗很多的钱 所以 你看到 很多公司都出现了 好像 生意做大了 全本钱输多了 就是这样的原因 我觉得 短线牌 对TAL那些 也有点影响 不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卫卫 好像Facebook也有说 他楼下 开了一间 TAL开了一间 分店 都不知 多开心 这些都是口碑 和品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时间 就差不多 所以就要说一下 看看 说是什么 没错 答问题 OK 先回答了 C基金YouTube 频道的问题 大家记住要订阅 订阅我们 第一句 Ben Chow 不好意思 这句 Dave Mill 问 知不知道C分的Sharp Ratio 如何询问 在Boomper上都可以询问 我们很公开 都说 叻的时候应叻 但是 好东西 自己有 叻的也有 但他问的问题 就问Sharp Ratio 就看过 我们的Sharp Ratio 就是1.84 我们的Pierce 是1.37 理论上越高越好 公开资讯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着 Ben Chow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两户有什么特别投资机会 理好哪一类 之前大家就想着太阳能 炭中和等等 结果就被人扔到 一瓶眼泪 但是你说 显身了出来 有没有特别的东西 好搞呢 我自己就 没什么 特别 尴尬到任何东西 就是 没有 所以 好像 我没有 可能有些人看到 我看不到 OK 新经济股市基金想逢哪些捱过势 我说很多 那天我 不过 现在升弹了 那天 你能看到我昨天很顺口的说 哪几只股票跌了很多 那就是那些 我有骂的 不过 那些逆势操作 真的要小心 请问加了什么 美股 加了Tesla 和ARK Core option 参加850 现在说了大大声 昨天就 一粒水 但是 我觉得是危险动作 所以我个人也不太猜出 不过 幸好我昨天这么说 有时就是 没什么信心才能赢钱 因为资死都敢去做 但是昨天 昨天 好像跌停 今天市场好一点 但是 都是 都是那四字真宜 就是言之上早 接着 Ivan Nauman 我认为力耶伦是想整跌市 让炒家推倒市 出了1.9万亿方案 然后就夹他们 无从稽考 我都明白很多人是用这个想法去判断 那些大户就夹淡仓 那些大户就派货 是有一个解释性的 但是又没有一个 预期的能力 那就糟了 我做的事就不是讲故事 我要做的事是部署 只能够往后解释 不能够向前做的事就很难 所以我没有这样想的 除了中原话有拿家分销商 还没搞定 我都开始骂同事 我还很大大声上 搞定了 有差一点 搞定 我正在捉述同事 不过我的同事也很多 很辛苦的了 大家帮我 親一下他们 OK Ken哥哥说 之前说升的股票 追不追就看成交量 最好就是 加量齐升的最好 最健康的现场 有时升得很少 但成交很厉害的那些 怎么处理 那就是具体情况 具体处理 是不是有些事情发生了 等等 很难这样单一看 那么你问我 那么 升得很少对是升 但是有量 有什么情况会出现呢 有什么情况会出现呢 可能是小的股票会出现 因为人们不会均匀 那些人不会强热的那些 你看一下市值 本身的流通量 大与稍 如果是那些流通量比较少 可能很多人 可能我们用Algo 都是用Light Arrow 你見不到人們很勇猛的必顧價, 因為要買夠貨才行 很難一概而論 Louis T說, 今日科技股大升, 但升升下也回落一點 很壞, 哄你買, 當你氣權時, 他又彈一彈, 等你追一追 他又錄回來, 恆生科技指數, 先高開, 打一彈又錄回來 好了, 是否答完呢? 這個Youtube的留言, 我們可以回答一些即時的問題 爭取時間, 12點55分 好, 我發現太早留下猶豫會洗掉, 應該不會的 通常我都答到這個問題 11點未夠, 又入來了, 真是鑑定, 很厲害 811, 中星, 數據不錯, 但今天我們有沒有加回 還沒有 192張電梯, 看到2020年28, 增加發成, 再調生產力投資 可不可以慢慢收集, 我都喜歡他 不過, 實在太差, 我都要比一比, 看看是否緣分 7元踏到5元, 雖然我說現在有些股票可以 嘗試高難度地控制, 但也要親疏有別, 我覺得 看穩定一點, 我之前也打算去看, 跌停了 昨天好像很早回來, 哇, 70元這麼醜 但當時, 看回年頭都是30元, 好像是一隻股兔 股兔, 我沒有罵大大聲, 我沒有罵, 所以昨天升得很多 不過我有, 我覺得前日, 我都說, 昨天有些朋友都問, 哇, 跌了這麼多 其他人都會罵, 歐途反而, 其他人都會罵899, 這些這麼強勢 可能罵其他人, 感覺上好像好些 結果, 很多彈的食物都一起彈, 所以有時候分不到強弱 有時候, 我都覺得 支持司機, 今天YouTube每個月有幾千元收益 我沒有用過, 自情不同, 合乎社會企業責任何效益 就說, 更加多人投資 說真的, 幾千元都不是很大 說真的, 我就, 免得, 捐了少少錢就大大聲 我們捐錢就會, 細細細細在其他地方做 放心吧 美國長債孤空比率有否下降趨勢 不是很見到, 昨晚是少少, 但還是單日, 何來成世呢 很多人有沒有留意豪賭股, 救經濟股復甦多 很多人就是加倉, 沒什麼 昨天的倉, 一晚會到解放前 幸好這次沒有做錯 星期五和星期一, 真是放上碟那一刻 光譜少少 不過如果形勢好, 才可以大規模的拉低 拉好表現, 但也不要緊, 一步一步 我之前也說過, 每一步都做得對, 總是會累積 不要想著, 啊, 很多人有時間想法, 一下子都賺回 我覺得想法太危險 最重要是, 每一天做的事情, 每一天都要想 是否做得對呢, 如果做得對就OK 如果做得對就OK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 大家等一等 其實這幾天有超過10, 超過20個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是沒有答案的 不過讓大家看看 這個equity risk payment現在是2.19% 這個不是科技股, 是整體美國的S&P 是不是S&P S&P, 是2.19% 那現在的債息是多少 現在的債息, 長期債息是 用10年的Reference 1.5% 1.5% 加到3.19% 即是現在是4.69% 即是18除4.69% 即是21倍PE 如果大家這樣計算 好了, 假設現在的利息由1.5到2 好嗎 1.5% 即是0.5% 即是1.5% 加2.19% 加多1.5% 即是4.7% 18除4.7% 對嗎 我沒有計算 1.5% 加2.19% 即是3.69% 可以到4.19% 所以就是 18除3.69% 就是27倍 然後18除4.19% 就是23倍 23.8除27 就是跌12% 即是大家 不好意思 我有口說 大家差不多 如果10年期的債息升0.5 即升到2厘 股票要跌12% 理論上 我又要說一句 我不信的 我計一次給你看 但我不信 我再說一次 升0.5厘是跌12% 但希望回答你 不過我不信 剛才我這個數字沒有計算 你的EPS會升 一個是疑論 不會太複雜 大家拆不拆錢 沒辦法 我立即深算給大家 我認識的 不過不做這些 這股股有沒有機會反彈 不是有彈嗎 這股股沒有彈嗎 烏斯白鵝刀彈 イノファン 順達生物 阿周神域刀彈 請問阿爺是否在收水 不過沒有放 但我覺得不安全 大市 成交縮 波幅小了 是否見底的跡象 波幅小了是好的 成交縮 看是否已經離場了 散戶離場 又不玩 又好一點 我不是說散戶的傻瓜 我只是用生動的例子去解說一下 這個遊戲 當上一群人玩得沒心機 走光了 要沽都沽完 就開始成交縮 但又跌不下 形勢好一點 又有些新的資址入場 就見底回升 形態是這樣說的 好 大家好 你好 如果你要去的話 怎樣加諸記先後次序 中的中面 順通 肯威 隆基 行帥 近一兩天 我有加中面和隆基 近一兩天 順通都很硬 也不需要特別加 肯威就反而做不太有實質 推介那隻中面 重上100元 市市今天升 甚麼都升 沒甚麼特別 新境證股下跌 是否股息太高 不是 這個相對的 之前一路都高 大家不擔心的時候就繼續去 現在大家知道 股息是否真的貴 有時是怎樣看的 將來是否都是高增掌股跑出來 我覺得是 不過 你是不是好像乾媽那樣 只問結果不理過程 不到上市 怎樣看 那是好的 不會差 是不是 總是好的 不知道 拜登又不朋友 又制裁我們 你多個地方回來 又好 契媽之前看過他 減遲 很難跟 他都會轉倉 又不應該跟車太貼 Yield curve control the last bullet is increased interest rate but this is the atom bomb to the financial market OK 好吧 正先解釋了 沒甚麼補充 覺得自己很老 竟然懂甚麼是offerates interest 我覺得 請問所有的相同 其實第一件事 沒甚麼是所有的相同 小時候讀書 經濟學 Are other things being constant or equal Anyway 如果一隻外股跌了5隻 一隻更大一隻 另一隻彈3% 買哪一隻 誰都這樣說 具體情況 具體的處理 我不會這樣想的事 我不這樣想的事 因為我幫不了你 是不是要轉回科技股 我覺得不是 不好意思 我回答一下Cobaly 其實第一 就是你這裏都聞得好 追落後的強勢 說真的 如果用貝殼和2.6 都是那一類東西 跌都是一刻跌 昨晚貝殼 具體說一下 我不知道你的理論是怎樣 但我都是具體情況 具體處理 你看一隻貝殼 你這樣插下去 彈也是很正常的 我是有加的 2.6 跌那一刻 雖然跌 但又沒有那麼跌 所以彈 又 彈得少一點 又是正常的 或者有跌 又不是十隻 六隻跌 彈 當然是彈得少一點 所以 只是那個 進取和沒有那麼進取的股票 其實形態一樣 可能你買兩支2.6 等於一支貝殼 你自己承受的波幅 其實整體的走勢都是一樣的 這支貝殼 反向ETF 這是C.S.O.P. 南方東英 Kennie from Baba 好 你們多支持南方東英 因為我們公司桌上所有iPhone的假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也是Baba送給我的 所以要多謝他們 好 南方東英也是好的 搞笑話 幫好朋友買的廣告 好了 OK 我說買回這個3568 是納指2倍反向的ETF 你買去真的看跌 我覺得 我不會這樣做 我不懂 但我不會這樣做 但回到昨天晚上 很多人問我 你有沒有知道我鎖了一些納指的Futures 我早兩天就有些Cover 我覺得我把羅素2000和納指的Pair Trade 就Square了一些 但昨天我也沒有追上去 C基金 現在有沒有加住減住信封 沒有 坐住 好的 有沒有反彈減倉 好不好呢 我就沒有 Desmond 說10年債息應該是短線的Pick 我也希望是 是就好 如果預期利息會升到2厘 買TBT ETF是否好選擇 現在1.5%去到2厘 即是現在1.5%去到2厘 TBT 我看到有些人看 也是好的 這是一個工具 你看到現在也有很多錢流入 下一個我看到有人說 有一定會說 留意一下究竟是否這些ETF流入流出 會不會有很大的啟示 我經常都會說的 例如ARK 契媽那些ETF 因為尺寸很大 流入是很有影響力 但好像這些TBT 反向ETF 只有10億美元 即是不算很大 都是很多錢 不過我意思是在金融世界 在ETF的世界裏面就不算很大 所以不要過份解讀 小的有時候為什麼我不說 我記得有一個人問過 我好像沒有回答他 其他ETF的Fund flow 是否都可以說一下 有些人有用我就會說一下 但不是萬事馬鈴 是哪些指標有用 即是有用我就跟大家說一下 我知道大家會覺得 有一個很competensive list 其實有的 有100萬樣東西 但當你要看100萬東西的時候 每個指標就變成無異意 所以都是要選取 你看到很多錢現在流入去 即是購入了一些債 即是cloud trade可能有夾回 不過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我那些沽空場債的盤都沒有square 怎麼看968 慘不慘 減補貼影響 認為國家的財源政策 始終一年大一年 不好意思 不過這個說法 很多公司都是這樣 賺錢一年多於一年 所有股票都可以買 但是第一 但第一就是 說回正經 968的問題就是 over supply的問題 第二 今年的margin市 是否已經pick了 有時候不要太頂 先回答得定真一點 不過時間關係 多答三個問題 接下來兩三年 是否賺錢一年多於一年 你自己判斷 也是的 暫時大家都覺得是會的 不過這個最大的uncertainty 就是那個eerbriable 那些let margin 可以好得這麼好 如果一下子撒下去 之前三年二十多 那就可以好傷 所以這個是大家最擔心的let margin 那top line 大家反而不是很擔心 那些玻璃價 大家最擔心 那些玻璃價 一直向下 不只是炒 玻璃價 但是對公司的盈利有影響 為什麼A股比美股的港股跌得厲害 因為亞耶不放水 是否今年A股也沒有運閒 不是的 A股真是大上大下 2013以來升了一點 應該持有證換舊經濟號 我們還有持有的 有沒有YQ 沒有 ZOOM 業績之後股價差 是不是股值太高 此其一 第二 因為大家看著乾媽的股 所以昨天一夾就全部彈回來了 Square Tdoc Zero Sopify 全部都跟著彈 那些乾媽最重創的人彈得最多 Tesla 彈得最多 就是這樣解 炒不炒還是雷射業績不炒 8到IPO 不炒不 應該不炒 這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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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沒有價錢 市場反彈 跌得越多 抗跌能力高 那些 兩人都是 我不喜歡炒 毛子景跌 那些 我講過了 或者有一個方法 買小主 買10元 美團薄反彈 可能買一隻小股 買三百零零 可能買三元也夠了 大家明白 但我沒有罵三百零零 之前有沒有罵TSM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聰明 Benny Chow 我覺得這個人很厲害 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問我會買這個TSM 我回答你 我有 所以我覺得我都沒有說過 你又知道 很厲害 請問Tesla仍然十大持股 是 竟然是 因為我的call 突然買得太多 等級又爆了 Is it a good time to buy more see fun now 現在倉位七成多 你決定吧 那我又好一點點 我之前一直沽下來 沒理由叫你買 我覺得公道一點 就是我自己私分的倉位 打上去 叫你買正常 為什麼說一說 行資好像倒跌 那我又要做事了 因為原來是1時3 說一說 OK 都說了一個小時 希望今天這麼多 不好意思 Elon 非常時期 我都是要主力守護 基金表現最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不過大家經常見到我 放心 你們有問題 今天答不完 都是慣例 去我們私基金 看完影片 可以在留言 通常你們在留言 問的問題 我都盡量回答 放心 很少回答不完 所以繼續支持私基金 多謝大家 在相對不容易賺錢的時間 大家都有很多鼓勵 這個對我們來說 是真的很有作用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各位 洩然